第六十三章 保罗结束传道 保罗去到耶路撒冷的圣殿 有一班犹太人以为保罗带着不是犹太人的人 入去圣殿 就很生气 于是将保罗带出去圣殿 并且鞭打他 罗马士兵拉了保罗 士兵给他和犹太人对话 保罗向人民见证 他曾经见到一道光从天而降 也听到救主的声音 保罗说耶稣要他去宣讲福音 那些人不相信保罗的说话 想要杀死他 士兵将保罗困在监牢里面整晚 救主去到监牢探保罗 叫他不用怕 还跟他说 他会去到罗马那里教导福音 罗马人为了保护保罗 就将他送到另一个城市 亚基伯王都在那里 保罗和亚基伯王说 他以前都是法利财人 非常之憎恨那些相信耶稣的人 他甚至将相信耶稣的人都拉入监狱里面 后来保罗见到一道光从天而降 还听到救主的声音 所以现在他已经信了耶稣了 保罗向亚基伯王见证福音是真实的 他说耶稣已经复活了 而且耶稣基督曾经在异象之中 吩咐保罗去教导他福音 保罗也写信给各地的圣徒 其中一些信件被称为书信 收录在《新约圣经》里面 保罗知道他会被人杀死 但是他不怕 他已经遵守了神的戒命 教导了福音 也完成了自己的传道使命 保罗知道天父爱他 也知道他死了之后 会和天父以及耶稣基督在一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